高考结束后,我开始主动示好我多年来暗恋的飞雨哥,希望他能向我表白。 有一天,当飞雨哥躲在门外偷窥我时,我刻意播放他的健身视频,自娱自乐。 我明白他在看,却没想到他会突然闯了进来。 那一刻,我又刺激又惊恐,全身不自觉地颤抖。 我的手机掉漏在地,正好播放着飞雨哥在家做俯卧撑健身的画面。 我和飞雨哥对视的时候,卧室里静悄悄的。 渐渐的,飞雨哥的眼神从抑或转变成炊热,他轻叹一声,你长大了呀。 那暧昧的话让我脸红心跳,我不禁低下头,用被子遮住身体。 但我并没有完全遮住,我还刻意留出了一点空隙,让飞雨哥看到一些。 他羞涩又兴奋,内心满是期待。 我故意让他偷窥,却没想到他会闯进来,还被他见证了那让人羞愧的一幕。 飞雨哥是我好闺蜜的哥哥,也是我从小暗恋的对象。 高考结束后,我趁父母出游在外,约他去河边游泳。 我本想穿上泳衣整理好自己,趁此机会引诱他。 谁知我的大胆闺蜜,早上突然发来飞雨哥做俯卧撑的视频, 怂恿我在他面前自慰,说这比穿泳衣更有效。 鬼迷心窍之下,我竟然同意了。 没想到之前乖巧的我居然做出如此疯狂的事, 原本蠢蠢欲动的心情在今天格外强烈。 看着他做俯卧撑的视频,我感觉口干舌燥,脑海里浮现出飞雨哥和我一起做俯卧撑的场景, 我激动不已。 我暗自期待着有一天能成为飞雨哥的女朋友, 于是我上演了今天这个场景。 但我没料到飞雨哥会突然闯进来,这让我措手不及。 我的内心有四四窃喜,因为我早在青春期就幻想过与哥哥亲密了。 我已经18岁了,可以和哥哥有那方面的事情了。 虽然情况有些尴尬,却少了表白的浪漫, 但只要结果一样,我并不在意。 我假装生气,转身把头埋在枕头里, 同时我的心里也默默期待对宠爱, 然而,飞雨哥只是揉了揉我的头发, 责怪我不该做这种事而不锁门。 他让我担紧起床,就让我感到郁闷。 我无意中搞砸了,还让哥哥看不起我了。 我感到十分尴尬和委屈, 最后我低头,向哥哥道歉。 哥哥安慰我说,我并不是坏女孩, 反而是最好的女孩。 原来,哥哥自己也常常做这种事情。 哥哥还会像以前一样, 习惯挺挺吗? 飞雨哥总是温和体贴。 我脸红着,心情渐渐平静下来, 但内心却有种莫名的慌乐。 飞雨哥认为只有情感和对象成熟时, 才能做这种事情, 所以在卧室时,他才没有继续坐下去。 等后面到了河边, 我在成功地引诱飞雨哥对我表白, 我仿佛对河边有了某种期待和羞涩。 我们今天的行程就是在河边露营。 飞雨哥开车带我来到一条偏僻的小河边, 在这炎炎裂域下,这里没有别人。 不久,飞雨哥迫不及待地下河游泳。 当他脱下衣服,只剩下泳裤时, 我第一次见到了他成年后的身体。 他那英俊挺拔的身姿, 全身的皮肤洁白无瑕, 肌肉皆是有力, 尤其是那八块腹肌, 让我看得口干舌燥。 当我的目光略过他腹肌下面时, 我更是脸红心跳。 飞雨哥察觉到我盯着他发浪, 他的眼神中似乎充满了好奇。 看到我一言不发, 直愣愣地站在那里, 飞雨哥笑了笑, 开始拉伸身体。 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充满力量和美感。 他的八块腹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这让我欣喜若狂。 我迫不及待地去车尾箱, 来出为了这次露营特意准备的第一罩诱惑, 请去泳衣。 这套粉色的三点式泳衣只有几块小布和细带, 我换上后发现几乎裸露出我的全身。 这一的领口只能勉强遮挡住三分之一, 比一般的内衣还要暴露。 但它成功地展示了我的完美身材, 就连我这个女生看了都感到心动。 平时的我都不会穿得这么暴露, 但为了引诱飞羽哥向我表白, 这次我可是拼了。 我猜飞羽哥应该再也克制不住了吧? 想到这里, 我再也忍不住了。 我静止走到河边, 站在飞羽哥面前, 含羞地问, 我漂亮吗? 飞羽哥看着我, 一时不知所措。 它神色有些尴尬地, 挠了挠脑袋, 垫了下口水。 这衣服太, 太暴露了, 你会被晒伤的。 看着飞羽哥尴尬的表情, 我感到很得意。 我递给他防晒霜, 没事, 我带了防晒霜, 哥哥, 你来帮我再抹一垫吧。 他睁大眼睛看着我, 然后接过防晒霜, 拿出露营毯铺在地上让我躺下。 我兴奋地侧卧下来, 心想, 这样的姿势飞羽哥一定会忍不住了。 抹防晒霜是我引诱飞羽哥的第二招。 我记得闺蜜曾经跟我说的故事, 她男朋友平时很宅, 对那方面一直都很保守。 但在一次海边旅行中, 帮她抹防晒霜之后, 男朋友展现出了强烈的欲望, 导得她一整天都无法自拔。 三天的旅行就这样开始了, 他们整天都没离开酒店的床。 飞羽哥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我正在瞎想的时候, 她走到我身后, 开始叠我的被涂防晒霜。 她按摩得舒服极了。 突然, 我感觉她的眼神叫我臀部游走, 让我有些兴奋。 她是想摸我的臀部吗? 就在她的手慢慢滑向那里的时候, 她去松开了手。 她告诉我她肚子疼, 没有任何罗曼蒂克的氛围。 原来是急着上厕所。 她说, 你先等等。 然后就跑进了小树林。 我心跳不已, 难道她有反应了吗? 我偷偷抬头, 企图看清她在树林里的动静。 如果她忍住了, 我还有绝招, 让她教我游游, 然后我装溺水, 引诱她热吻我。 不过, 等了好久, 她还没出来。 于是我走进树林, 我看到她站在树边, 这个姿势绝对不是在拉巴巴。 我疑惑不已。 难道是因为我引起的吗? 我的好奇心叶佳滋长。 好像有的小落魔一直在诱惑我。 我咬着嘴唇, 鼓起勇气, 悄悄套进小树林。 进去后, 我听到了飞以歌让人害羞的声音。 果然, 她对我有感情。 我的心砰砰直跳, 情绪开始亢奋。 我走到飞以歌身后时, 她身上散发出的男性荷尔蒙。 让我陶醉。 看清楚她在做什么时, 我脸红得像个苹果, 傻愣愣地看着她。 我心里涌起兴奋, 因为意识到这是个好机会, 可以不用等她表白, 直接融入她生活中。 我深吸口气, 颤抖着声音说, 让我来帮你吧。 飞以歌回头看着我, 有些措手不及, 我羞涩地点头。 然而, 当我以为她会答应时, 我的眼前突然一飞, 耳边传来她无奈的声音, 停停, 我一直把你当妹妹, 别乱想了, 而且, 我有你朋友了, 我们回家吧。 她放开我的手, 我看着她穿上裤子, 渐行渐远。 我的泪水无声地流下, 心痛得无法呼吸, 死死地咬着唇瓣, 不愿放手。 飞以歌拒绝了我, 她有你有了。 我大哭起来, 她胆紧过来, 大汗淋漓地说, 别哭了, 我请你吃最爱的冰淇淋。 我摇摇头, 别了, 你留我原店吧, 既然有你朋友了, 就别对我太好了。 我痛哭流涕, 飞以歌没说话, 默默离去了。 我独自蹲在林间, 气不成声, 直到夕阳西下, 晚霞硬天。 眼泪已干涸, 我抬起沉重的面庞, 走出树林, 登上飞以歌的车返回家中。 整个归途无言, 送别飞以歌后, 我立即向死党陈小杰抱怨连连。 天啊, 飞以歌竟然有你朋友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陈小杰表示不知情, 打算去问问。 她既是我好友, 也是飞以歌的妹妹, 我收到的飞以歌健身视频, 便是她转发的。 昨天她掰上女班长向她表白, 她觉得她不错, 便答应了。 真是倒霉啊。 陈小杰得之后, 替我哀叹。 我懊悔不已, 想起飞以歌露营时, 那炙热的眼神, 我的心如刀角。 飞以歌一定对我有好感, 但我错失良机, 被女班长抢先了。 我泪如以下, 痛不一声。 这时, 陈小杰发来消息, 邀我去喝酒。 我哥不值得你伤心。 来吧, 我男友带了一包帅哥过来, 你瞧瞧, 探中哪一个就随意跳。 臭哥哥实在不懂得珍惜你, 你来, 我们好好happy一番。 我需要酒精未解, 理解这悲伤情绪。 我心疼得, 简直整个人都快要疯了。 但小时候, 我好不容易平复心情, 跟着陈小杰去了酒吧。 他把我带到了 荒洋僻静的一条街, 经过的人很少, 还是些打扮的 花里胡哨的年轻男女。 探见我们俩的 居家打扮的小女生, 他们露出 不屑或恶心的笑容。 我不由地凑近陈小杰, 呆忧地问道, 小杰, 你确定这种地方安全吗? 我看他们好像都不太正经。 陈小杰也是第一次来, 他咽了一口唾沫, 露出害怕的神色, 看了看手机里的信息, 嘴里嘟囔着, 酒吧嘛, 自愿要不正经点, 是我们穿得太正经了。 我看导航好像就是这里, 我找找。 整个弯后, 陈小杰的脚步停下, 伸手一指说, 看, 我们到了。 在暗淡的霓虹灯光下, 几个流利流气的男女, 蹲在门口抽烟, 见到我们, 他们露出王位的笑容。 我队是把小杰搂得更紧紧的, 低着头, 声派一个不小心, 就招惹到这群人。 哦, 养个漂亮妹妹, 欢迎光临, 要喝什么酒? 其中一个男站起来, 将我们带领进去。 进入昏暗的酒吧之后, 我压抑着内心的紧张不安, 开始张望这个第一次来的地方。 这耳玉聋的电子DJ, 狂妄奔放的人群, 以及空气中弥漫着酒精味、 烟味、脾味焦杂, 让我忍不住捂住口鼻。 陈小杰已经有些不安, 紧皱着眉头。 我们在酒吧里逛了一圈, 也没能找到小杰男友的身影。 等男接待把我们安置在卡座上后, 陈小杰凑到我耳边轻声说道, 婷婷好像有点不对劲, 这家不是那种干净的酒吧, 而是夜店。 我去门口给男朋友打电话问他, 你注意安全。 说完, 他就起山往门外走。 陈小杰离开后, 我独自一人在卡座里低头玩手机。 周围男人投来的目光让我心里更加不安, 我暗自后悔来到这种环境的酒吧。 突然, 微信消息弹出, 原来是飞以歌发来的。 他问我为什么不在家, 是出去了吗? 我和飞以歌前不久刚刚吵过架, 这让我感到惊讶, 却也有一丝安心。 我立刻回复说, 我和小杰出来逛街了, 问他是不是有事。 没等我发出消息, 我又纠结起飞与歌会不会不高兴, 我来这种地方玩。 就在这时, 我看到了他发来的信息, 是我对不起你, 有些话我想和你面对面说。 婷婷, 你现在在哪? 我去找你。 我试图平复内心, 想到飞以歌可能会说他有了心理朋友之类的话, 但我几年的暗恋, 又怎能如此轻易释怀呢? 我哭了起来, 无法回复飞以歌的消息。 忽然, 有人搭架我的肩膀上, 问我是不是失恋了。 我抬头一看, 是一个额头有条粗长刀疤, 他脖子上套着金项链的光头男子。 他的眼神中透着不怀好意, 剁出黄牙, 向我靠近, 还伸手碰我的大腿。 我的心一下子停了, 吓得不知如何是好。 我直接甩开他的手, 挪开身子, 远离他, 继续低头玩手机。 我完全没有理睬他, 心里只希望他能赶紧离开。 但那个光头男子, 却死皮赖脸地跟上来, 一边得意地笑着, 一边拿出一瓶酒。 一个人这么寂寞, 跟哥哥喝一杯吧。 我脸色一变, 立刻朝门外走去, 我想离开这个乌烟瘴气的地方。 但没想到, 光头男子一把抓住我的手臂, 硬时把我拉进他怀里, 然后打开酒瓶, 往我嘴里挂了几口酒。 我被枪的满脸通红, 他却不停地邀请, 小妹妹别走, 陪哥哥玩吧。 这可是哥的特制酒, 一喝就上瘾, 过瘾之后酒, 我开始胆到头晕目线, 加上他的抱着我不放, 还有他令人窒息的汗臭味, 简直我觉得, 让我简直要窒息了。 我心里越发惊慌, 开始大声呼救, 拼命挣扎, 但他永远把我带走, 还堵住了我的口鼻。 周围人都看向我们, 光头男子腰让道, 怎么了? 没见过情侣吵架吗? 在他继续要舞杨威时, 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你在干什么? 快放开婷婷。 原来是陈小杰终于回来了, 还带着几个男生, 其中包括他的男友和朋友们。 几个男生立刻意识到不对劲, 胆紧将我从光头男子那里救了出来, 然后连手制服了他。 看到我晕头转向, 浑身散发着酒气, 陈小杰气得上前, 杀了光头男子几个耳光, 然后满脸歉意地对我说, 我们走错地方了, 这不是那家酒吧。 被杀了耳光的光头男满脸错了, 捂着脸, 眼神阴沉地问道,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竟然不给我面子。 小杰拉着我的手, 准备离开。 我不屑地回答, 我才不管你是谁, 别惹事。 这话激怒了光头男, 他会狠狠地笑着转身离开, 你们等着。 小杰脸色不好, 我心里更紧张, 提一块离开这里, 这里不安全。 我们走出酒吧, 却在门口被一群眼发, 穿脱鞋的小混混拦住了。 光头男带头, 指着我们说, 就是这些人, 答。 小杰的男友和朋友们, 却毫不畏惧, 因为他们是篮球队的, 各自高大见壮。 混战中, 我和小杰躲在一旁, 担心地看着男生们, 迅速解决战斗, 我松了口气。 我们优势明显, 对面毫无还手之力。 正在我们男生快要胜利时, 一辆面包车呼啸而至, 有更多混混下车, 即是瞬间逆转。 光头男得意地走过来, 你们服了吧? 人多才厉害。 小杰严厉喝道, 快放了他们, 否则我报警。 光头男脸色不变, 和己的手下笑眯眯地向我们靠近。 我的小弟都是未成年, 警察对他们束手无策。 他们过意挑衅, 想要我们试试, 和他们的小弟谁更强。 混混们纷纷露出得意的笑容。 我们感到害怕, 想要逃跑, 却因我喝了他的酒, 而软弱无力倒地。 混混们近在咫尺, 我绝望地闭上眼睛。 但这时我, 突然听到熟悉的声音, 惊喜地睁开眼, 是飞以歌挺身而出, 将我护在身后。 混混们面面相去, 他们不甘心, 却被飞以歌轻易打倒在地。 警笛声响起, 混混们四散逃走。 飞以歌抱起我, 我安心下来, 对他心存胆激。 在酒吧里, 我感到不妙, 于是赶紧发消息给飞以歌。 在他及时赶到后, 我终于深深依恋着他, 感到无比安心。 这时我突然赶到身体异常炙热, 浑身酥软, 小腹空虚不已。 我发现我越来越想让他爱抚我, 意识逐渐模糊, 我不自觉地解开衣巾。 飞以歌发现了我的异样, 马上把我衣服整理好, 请问发生了什么? 原来, 光头男给我挂了带有药物的酒。 他急忙将我抱上车, 前速使回家。 把我放在沙发上时, 我已经神志不清, 口中念叨着好这, 好这, 我的手不由自主地缠要在飞以歌身上。 他难受的表情示意我停止, 眼中闪烁着不明的光芒。 当我的手伸向他小腹时, 他呼吸急促, 却没有阻止我。 正到我欲进一步时, 我突然清醒过来, 情绪低落, 泪水闪动。 我盗视自己, 不能犯错, 否则他的女朋友会伤心。 他又一只手握住我, 鼓励我继续。 他坦言, 自己编了一个有你有的谎言, 愧疚地看着我。 对飞以歌, 认真且, 带着情欲目光的表白, 我震惊不已。 他说, 他找我正是为了表白, 我的心怦怦乱跳。 他捧起我的脸, 深情凝视, 我的内心瞬间空白。 可以把你的身子交给我吗? 哥会对你负责一辈子, 我呆呆流泪, 是吸喜若狂的泪水。 那往后, 我和飞以歌幸福地在一起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我讲你有点意思,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下去的最大动力。 谢谢大家, 我是单身朋友在中国的小慧表姐。 大家好, 我是小慧, 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要分享给你们。 我想告诉你们, 我已经开通了会员视频频道, 我将在这里分享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分享我自己的故事。 欢迎大家订阅会员, 一同来分享这个旅程。 我会在会员频道定期更新专属视频, 让你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我, 了解我经历的故事。 你们的参与, 你们的订阅将是我继续前行的最大动力。 谢谢大家。 如何投稿给我? 如果你是手机用户, 打开视频下方的简介, 点击投稿链接。 如果你是非手机用户, 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方投稿链接。 谢谢大家。